- 王牌指揮官 獲得花瑞比指揮官上線啦 這次要介紹的是王牌指揮官這款遊戲給大家了 如果你是一個軍事迷戰車控的話 這款遊戲千萬不要錯過了 這款遊戲呢是從蘇聯的提琪2 德國的豹2到美國的M1A2 遊戲中收錄了非常多來自於二戰到現代百餘量戰車 你能想到的戰車其實這款遊戲裡面通通全部都有 而且王牌指揮官呢它是採用最新的一個渲染技術 所以整體的一個戰鬥畫面是非常非常寫實逼真的 會那種蹦蹦蹦蹦那種炮火連天的戰場風雨 完全的呈現給大家來看了 可以藉由這款遊戲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這麼多台戰車呢 其實它還幫我們細分了非常多的屬性類別 屬性類別的話分四大塊 攻擊手、防禦、坦克、支援型還有輔助 那其中一台的話就是M103 M103這一款戰車呢它是屬於防禦型 防禦型坦克的 也就是我們在邊六門陣型的時候 它是會位於前排幫我們阻擋傷害的 這台來說的話是很容易給拿到了 那它的話來說外觀我很喜歡它的一個深色系 深色系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有那種沉著穩重的感覺 那對於包惡的話我目前技能其實也才開到兩招啦 第一招的話爆射斬殺 是我覺得在打主線任務的時候爆射斬殺是非常好用的一招啦 那以升級來說我們會有四大工具 普通工具到超級工具去升等 非常方便一鍵升級下去 那我們就可以連點的情況下把我們的技能全部都點滿 這一點還蠻方便的啦 有些可能是拉橫條 那這個的話就是你鼠劍壓著不放 就可以直接把我們的技能升滿啦 稍微講完了就是我們戰車的收集跟升級方式之外呢 還有一個是這款遊戲非常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戰車佈置 那我稍微是挑兩個來說就好啦 我們把一些畫面帶給大家 那以第一個極限閃避組合就是BMPT 加上梅卡瓦狂怒暴是克羅威爾 這五台戰車所搭配起來的 那這個戰車的便利的陣型也比較不一樣啦 坦克在兩側 那攻擊手的話也在兩側 坦克的後方 那中間的話的最後方擺上的就是輔助型的戰車 那輔助型戰車在最尾巴 那這個優點的話其實就是 梅卡瓦加狂怒可以有一個高閃避 配合暴使加克羅威爾的智芒提升自身的一個閃避 降低對方命中 大大可以提升隊伍的生存機率 極為克制依靠普攻輸出的戰車 試想一下對面看到幾方的攻擊 全部都是一串串miss的時候 是何等的崩潰 再介紹另一個的話就是 剛剛提到的第六個 控制輸出組合 搭配的車車箱是 M103、M26潘昕 加上球長謝爾曼還有卡爾重砲 那這個的戰法的話 跟剛剛我們前面的一個戰法比較相像 一樣是坦克在前面攻擊手 後面的話是壓了一個支援型的一個坦克 那優點的話是卡爾重砲的全體控制 M103加謝爾曼的範圍控制 M26潘昕加球長的一個單體控制 組合中呢每個戰車都有控制的技能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齁 對方的坦克電流滋滋的亂串 技能放不出來 普攻也放出來的憋屈感 當然還是有一些支線 甚至有多樣的副本可以讓我們玩 那他最主要的呢有四大玩法 那第一個玩法呢就是成戰玩法了 成戰玩法的話我們可以從 28等的時候會開啟成戰的一個玩法 像是我現在有一塊是休閒的車車 那我也可以直接往下 直接按參戰 哇!我的隊伍就直接參戰到了阿登高地 這一塊成戰裡頭了 因為現在看到紅字的地方呢都是與我們為敵阿 那與我們為敵的情況下呢 這裡有成戰我們要去攻打這些城鎮 把他們站為己有 那我們也可以透過的是觀戰 觀戰的時候就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批的隊伍 來到了這個城鎮裡頭目前打的狀況了 那再來呢這是第一個玩法 那第二個玩法的話就是國戰的 國戰其實跟成戰玩法是有點息息相關的 就是因為國戰其實它是每一天的8點到9點 8點到9點的一個時間內會有一個國戰的一個玩法 那國戰玩法的話其實它分了四大的類型 那每一天的話是隨機的 四大類型有什麼 資源要塞、積分戰、幽靈的復仇還有黑鷹的來襲 那這一次我們的成戰玩法剛好是積分爭霸戰 第三個玩法的話比較PACE一點 休閒模式就是一個很好可以推薦給大家的玩法了 那休閒模式其中一塊是在福利裡頭的戰車打靶 那戰車打靶的話比較可惜我的打靶已經是打掉了 還有10次的一個打靶機會 那另一個玩法的話是維修玩法 當然維修玩法的話是要依賴軍團了 那軍團的話其實是需要軍團5級 那軍團5級進去之後會有一個維修訓練的玩法 那維修訓練玩法的話每天第一次玩都是一個免費的機制啦 那你只要最主要的一個玩法就是完成20輛戰車維修 那20輛戰車維修呢它會維修的 最終結果它會給你一個平範 那第四個玩法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都已經提到 我們玩法指揮官就是來自於二戰的還原 那二戰還原怎麼可以錯過我們的一些經典戰役呢 那經典戰役的話 並不是右下角這個戰役喔 一定要記得我們要回到基地裡頭 回到基地裡頭裡頭的出征 那出征裡面就有經典戰役了 那經典戰役它是有分時間性的 像禮拜一禮拜四禮拜天的話是馬其諾防線 那禮拜三禮拜六禮拜天有北非戰役 那在禮拜二禮拜五禮拜日的話就是莫斯科保衛戰了 它等於說是把二戰一些比較經典的戰爭 都擺到了這一次的一個副本裡頭 那副本裡面呢它有不一樣的獎勵會帶給大家 還有兩個小小的功能呢是蠻想給推薦給大家的 其中一個的話就是大家要到40等的時候才能跳出來的一個系統 可以在指揮官這邊看到就是座駕啦 座駕的話蠻特別的座駕它是有皮膚 皮膚的話像是賓士770K啊 還可以抽一個賓士G4 甚至飛艇啊直升機啊這些都有可能可以拿到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因為在四等前呢我們是派戰車出去 但是40等之後呢我們會多一個座駕 座駕會在我們軍隊後方 軍隊後方我們就開個車車跟著走 那我們走歸走我們是有攻擊的齁 我們攻擊像是我們會有一個技能 技能的話最明顯可以看到的話就是呼叫一個轟炸機出來來去做支援 講完了座駕系統之外呢還有一個就是軍團了 軍團的話像上方就有一個加入軍團 那加入軍團的話其實你就可以直接按加入或者是創建的一個方式 那加軍團的話其實他可以開啟不一樣的系統在裡頭啦 像是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一個維修訓練 維修訓練的話也是軍團 那再來就是有軍團你再打一些城戰也好 或者是打一些團體戰來說的話 也都是有軍團會比較給力啊不會孤軍奮戰的感覺 那另外我們也時間差不多要接近到了是過年了 過年的話怎麼可以少了一些新春活動呢 那新春活動這一次有新增的話像是新春的一個轉盤 就是你每一天都可以轉 啊如果錯過也沒關係你可以花金磚來補 金磚其實蠻好得到的 所以就想補就都可以補一下 除了轉盤還有新春廟會 新春廟會點進去的話他就是會慢慢走 然後會帶你玩一些遊戲 那像是第六戰的話是遊樂場 我們來開始 遊樂場的話就是新春大吉要看我能接住幾個 欸等一下等一下有點太快了 接到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欸可以 我們就可以對應拿到獎勵 以上的話剛好就是這一次王牌指揮官 是在將近靠近過年的時間點要上市 所以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有這些活動了 那這些活動的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參與一下 那這一次也是藉由影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確實真的用望的話 那不妨又把我們的影片點回來看一下這些功能到底有什麼了 所以這一次的話很開心可以穿著這身水手服 來跟大家介紹這款玩牌指揮官 比較偏硬盒的遊戲就帶給大家了 如果你真的是軍事名在身控的話 不要錯過這款遊戲了 那今天的介紹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還沒按下訂閱的記得訂閱的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в Ruined 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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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